普志强的代理律师莫绍平对本台记者说 普志强案于3月1号第二次推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期限已满 检方要求再延长15天 也就是再次推回补充侦查 根据规定这将是最后一次退征 普志强这个案子呢 等于说是现在是检察机关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 检察机关对于这个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 进行审查起诉的时候 如果认为事实不行证据不足 他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权利 每次退回补充侦查呢 公安机关的补充侦查期限是一个月 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 公安机关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后 第三次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莫绍平律师说 这次的15天延期到期后 警方可能会做出不再移送检察院的决定 那普志强就可以被无罪释放 如果警方决定第三次移送检察院 那就有两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说他是会移送 就是起诉到法院 起诉到法院呢 可能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呢 就是他原封不动的按照公安机关 认定普志强的四个罪 原封不动的起诉到法院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说他可能变更公安机关 指控普志强涉嫌的罪名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四个罪 他可能认定三个罪 两个罪 一个罪 甚至整个都不认可 是认定另外一个罪 四种罪之外的罪 这个都是可能存在的 2014年5月初 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 普志强律师在北京参加了 由教授学者 律师天安门母亲等十多位人士 与会的六四纪念研讨会 与会者表示 六四不是暴乱 呼吁当局调查六四事件真相 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合理解决遗留问题 随后 普志强律师就被警方 以寻星知识罪被拒留 莫绍平律师说 普志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目前他在看守所能够获得药品 监禁的条件交易前有所改善 他一天可以在监视里边来回来去走动 可能是能够走动到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同时他也可以看看电视 就是允许他们监视里边 可以看新闻联播 或者一些电视剧 同时他可以看一些书 他这个所谓监视里边的值班 现在都基本上给他安排在早晨 也就是基本上快起床的时候 四点多钟那个班 不是安排在半夜 同时他也可以允许他 等于睡在地下 因为他睡在那个板上 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 所以中间也比较小 他也身不直身体 所以就是允许他睡在地下 对于地下他有那个地材卵 空间也比较大 所以按他的说法是对他一种照顾 去年11月 北京警方将普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罪名包括 山东颠覆国家政权罪 寻心滋事罪 非法获取购人公民信息罪 以及山东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 莫少平律师说 普志强坚持认为警方对他的这些指控都毫无根据 那么对指控他的罪 他始终是认为 所谓这三十余条微博 是他写的 这个不否认 因为他说我写两三千条微博 这三十余条微博呢 因为我也跟他一条一条对过 他也都说这没有问题 就是他写的 至于就是他律师事务所接受 一些新闻媒体的委托去查询了三十余家这个企业的工商耕迹资料 这个呢 他也是认为这是事实 他也不否认 尽管不是他亲自去查的 主要是曲建宏去查的嘛 这个都是事实 但是他始终认为他的这些行为不构成犯罪 他始终认为这不构成犯罪 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说 北京司法部门再次退回朴志强的案子 一方面是为了拖延时间 更重要的是 星期二就要在北京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 我想政法机关也有可能再等待一个 就是说 在人大政协两会以后确定的一个 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就是 当然这个其实确定还不是人大政协本身来 而是说在这个人大政协会议上 共产党体现他的意志 比如像习近平李克强啊 龙岐山啊 这些人 那么他们来突出 今年的这种走向 松也罢 你也罢 是眼也罢 这个 这个环也罢 把他们要看看这个 这个风向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这个处置 比如说网上高瑜该怎么宣判 那么普世强的案件 应该怎么进入下边的 这个程序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山的采访报道 好 好